嘿,你好,欢迎回来 两番播歌秀继续为你网罗全球智慧 关于创造力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曾经也像我一样好奇 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答案也许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 这期视频我邀请到了资深科技投资人 王玉泉老师来和我们聊聊 创造力本源这件事情 同时他还凭借着自身对生物学进化论的深厚积累 来帮我们从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 来拆解创造力等级制度 社会冲突等元素 让我们一起理清思路 一起做面向未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吧 对于未来的孩子 你之前有提到过 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 但是还不是特别理解的 你希望未来的成年人们也越来越像孩子 然后说创造力往往来自于孩子 可以具体的详细说一说吗 相信很多观众其实对这个观点还蛮新的 这个有点复杂 我们其实讲进化的一套东西 就是说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占到了一个统治地位 其实是有他自己内在逻辑的 这个内在逻辑本身就是科技进步 就是科技进步的累加 累积造成我们超越自然界 但科技为什么能进步 其实是科技进步在奖励创造力 在奖励创造力 创造力才能带来进步 然后你进步我就奖励你实际上在变相的奖励创造力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创造力越来越值钱 因为到最后越来越创造力奖励越来越高 当规模化复制不是障碍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得到的最大奖励一定越来越是创造力本身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创造力越来越奖励 那创造力从哪来 创造力来自于孩子 为什么呢 你会看这个 他那边深就是原来我去成都大熊猫基地 我们看小熊猫特别活泼 小小那个还有特别追跑打闹 特别爱玩 然后我们又和安排和大熊猫照相 就成年熊猫 成年熊猫就在躺在那吃竹子 然后我们就安排人就站在后面就拍照 他理都不理你 因为大熊猫的所有乐趣就是吃竹子 你爱干嘛干嘛 你只要不打扰他 他理都不理你 所以动物界呢 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动物界的这个小动物 其实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有感情 哺乳动物呢 他要去训练自己的探索 训练自己的捕食 训练自己学习捕猎的能力 所以小的动物都很好奇 不光是人 小猫小狗都很好奇 但是到成年以后呢 行为固化 他就没有好奇心了 就是我就按部就班做这事 你发现没有成年人也是这样 没啥好奇心 我就按部就班做这事 周而复时 无聊 很多很多 对 所以这是动物天性 就是他这个好奇心就在幼年期 到成年期好奇心会减少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要鼓励好奇心 就有好奇心的人会得到奖励 那怎么办 其实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幼年化 童年化 随过去说巨婴 巨婴的说法呢 也不完全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创造力 必然要牺牲某些东西 牺牲什么 牺牲独立性 孩子不独立 为什么呢 他是有创造力 他不独立 他干部都做不到独立 独立必须得什么都能从容应对 他不就成年人了吗 孩子不可能什么都从容应对 那怎么办呢 协作 你擅长做这件事 你做这件事 我擅长做这件事 我做那件事 对吧 你为我洗衣服 我为你做饭 对吧 大家协作完成 对吧 那这就对了 就是我在洗衣服上 我能发挥创造力 洗出花来 你在做饭上 发挥创造力 你能做出彩 咱俩协作 然后共赢了 对不对 因为我也能得到更好的衣服 也能得到更好的饭 对 但是以前的成年人 是我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重规重矩 但是不出彩 对不对 所以未来一定是叫做幼年化 然后创造力 然后大家协作增强 另外一个幼年化 协作增强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游戏化 但是侵略性减弱 也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所谓叫小鲜肉 这个是大势所趋 跑不掉 就是这个猛难越来越少 这是必然的 我赞同 我很赞同 对 就是你 我们是很简单 我是一个客观的看这个旁观者 就是我们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趋势怎么样 它是不可阻挡的 对 所以就是未来有大量的娱乐化 就是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娱乐化 你会把很多东西变成娱乐 吃喝玩乐 这个吃喝未来都会变成玩乐 因为你要把吃喝吃出彩来 都是娱乐的一部分 强调的不是营养 而是娱乐 但是这个核心就是 越来越大家在乎吃喝玩乐 然后越来越在乎创造力 这是出彩出花 但是侵略性减少 这个冲突减少 大家与人为善的更多 协作更多 独立性减弱 这是大势所趋 那么这大势所趋里 就会另外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它就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 然后成年人还有另一个要命的问题 成年要命问题在哪呢 我们都知道马斯洛需求整理论 对 需求整理论是收窄的 对 收窄的什么意思 就是生存需求容易满足 对吧 你只要吃饱就好了 对 社会需求不容易满足 因为社会需求 它总有塔尖上人 做时间需求也没那么容易满足 对吧 因为它是收窄的 你做实现了 别人就没做实现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成人世界 是一个收缩的 收敛的世界 收敛世界就必然带来层级 带来冲突 因为你在层级上面 我就不舒服 对不对 但是孩子世界 反过来是个发散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孩子特点是什么 我们说孩子特点叫做能力炫耀 因为孩子讲 就是我靠本事 我靠能力 所以你看说孩子们的世界里面 诗人很值钱 你会写诗物啊 特别受崇拜 中学生诗人可牛了 对不对 成人你说我是诗人 您代业的吧 是不是 你是失业吧 完全被鄙视 对不对 成人说我谈极的很好 对吧 孩子说我谈极的很好 我满谈极的最好的 那很牛 对不对 你整个都崇拜 成人世界你谈极的好 你是齐琴 您说两句 对吧 要不然您就在酒吧住畅 您活不下去吧 是不是 你还成人他比的是什么 成人我们都叫做身份炫耀 不管你干什么活 我都给你收敛到 您的身份地位前 对不对 对 就这点事 那这种炫耀就没劲了 没意思了 因为你干什么 我跟你比的都是 你有没有钱 对对对对 孩子呢叫能力炫耀 我有一个能力 我就可以炫耀 对吧 所以你看孩子世界里 这个短跑 我是我们学校短跑冠军 牛吧 但是现在成人世界里 你比苏锦天快吗 对不对 对吧 对 这个音乐 对吧 这个甚至打架 我说我们这一代打架最好的 对吧 真有小女孩重来 但是你成人世界里 你打架打得好 去寿管所 对吧 对吧 然后弹吉他 对吧 然后这个诗人 对吧 写作文 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看孩子世界 非常丰富 对吧 成人世界非常单调 对吧 那你说未来世界 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你当然希望它是丰富的 你希望它每个人 在自己领域都找到 自己的优势 对吧 都找到自己的满足感 都找自己的特色 都找自己的价值 这种特色是不可能 在成人世界里 被满足的 因为你在各种特色 最后你都会被那个 所谓身份炫耀击垮 对 是的 诗人我很有价值 对 别人问你挣了多少钱的时候 价值就粉碎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就是整个未来社会 我认为都会更稳定 都会更有趣 所以未来世界 是一个有趣的世界 我们要培养的是 在那个未来的有趣世界里 活的最有趣的那个人 而且我们要相信 他一定能找到自己 那个有趣的点 因为太多了 对 那个是未来 所以前年人 我觉得我现在要保持好奇心 要保持一半孩子 一半成年人 是的 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态度 就今天的孩子 我其实 我其实希望今天的孩子 能够在懂世界的基础上 敢于鄙视今天的成年人 是的 对吧 就是今天的成年人 凭什么鄙视孩子呀 对呀 你要鄙视回去 对吧 是你错了 不是我错了 对 而且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心态 可以让你可以 在各个圈层 我觉得都可以活得比较的 是的 如鱼得水 你如果没有成年人那一套 什么高低贵贱崇拜之分 你其实你就不会太去仰视 某些所谓的权贵人物 那你其实你收获的 你正常去交流 你收获的肯定更多 孩子世界也会仰视 也会仰视 仰视是能力比我强的人 但成年人往往是仰视身份地位比你高 对能力比我强的仰视是应该的 对那是 身份比我强的人 那个仰视非常无聊 是的 太有意思了 就是相信其实看到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们 其实他们也会有这个意识 包括包括就是其实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思考这个孩子的教育 其实已经会非常直接的和传统的教育 他们就觉得孩子未来要什么 他们就教什么 就帮孩子找最合适的 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家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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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